大家好,春天一到,万物复苏 又到了动物谈恋爱的季节 这只法国动牛犬也不例外 它最近每天晚上经常都鬼哭狼嚎 我想它是想找一位女朋友了 今天咱们就满足它的要求 给它找一位女朋友 当它看到其他漂亮的狗 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一切都是未知数 咱们给它找一只性格温顺点的狗 当它女朋友啊 要不然以它的体型 有可能被别人一口就咬挂掉了 话不多说 咱们就把它新女朋友带过来 另外一位主人公出现了 这就是今天给小法豆介绍的女朋友 见面之前 咱们先跟它沟通一下 来来来 咱们沟通一下 待会我就给你找个男朋友啊 找个男朋友 小男朋友 他只有一岁 你都快十岁了知道吧 你这是老牛吃嫩草啊 不过咱们也提倡自由恋爱 你待会看到那只狗呢 喜欢它 你就点点头 点点头 给我一个暗号 行不行 不喜欢它 就直接走 可以吧 好 去相亲 走吧 现在就带这只狗 进入猛犬基地 去找那只小法豆 这个猛犬基地周边 原来经常有野猪出没 自从咱们在这边 养了几只猛犬之后 野猪再也不敢来了 不得不说狗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这只小母犬是不是走错片场了 这只大中亚不是你相亲对象 你的相亲对象是那只法国斗牛犬 现在咱们进去找它 两只狗终于见面了 看看小法豆一见面就迫不及待了 这么猴急啊 小伙子小伙子你这样可不行啊 这样会把相亲对象给吓到的 要有点声势风度知道吗 声势风度 你看乱跑乱跳 铁丝都把它缠住了 你看它现在动都不能动了 大家伙第一次相亲的时候 是不是像这只小法豆这样呢 太猴急了 一点声势风度都没有啊 这样我们把法国斗牛犬的铁链 给它解开 解开之后 让它们再好好洽谈一下 我发现这只小法豆有没有看上它 我不知道 但是这只罗维纳犬 好像已经喜欢上了 小法国斗牛犬 你看不断地围着它打转 法豆的表现好像稍微有点冷淡 铁链已经给它解开了 怎么回事 法国斗牛犬突然间跑了 莫非它已经发现了 这只罗维纳犬已经有十岁了吗 十岁的狗就等于人类八十岁的年龄 莫非它已经发现了这只狗年龄非常大 跟它根本不适合吗 这只法豆名字叫做大傻 我发现它并不傻 它基本上已经发现了 这只罗维纳犬年龄太大了 和它根本不适合 现在它连理都不理它了 这是什么情况 但是罗维纳犬感觉已经看上了这只小法豆 非常喜欢它 估计这只罗维纳犬要伤心 法国斗牛犬现在表现得非常冷淡 你看 它根本理都不理罗维纳犬了 今天的相亲估计就这样宣告结束了 谢谢收看本期视频 咱们给罗维纳犬下期找其他 咱们给罗维纳犬